Yo 各位親愛的人你們好 歡迎回到蘭諾的 YouTube 頻道 經過前幾部給新手看的教學影片之後呢 我們發現大家有個共同的問題 也就是攝影新手一定會碰到的大災問 就是我該選擇哪一台相機 注意喔 我們今天拍的影片是以動態為前提 如果大家想要知道我們喜歡什麼樣子的平面攝影相機 那可以注意我們之後會有一系列的線上課程 然後請大家留意之後的影片 新手相機指南第一點 你在拍的是什麼風格 你拍的是Vlog的生活紀錄 Cinematic電影感 還是紀錄片的即時風格 因為這三種風格適用的相機都不太一樣 以之前的Vlog始祖Casey Neissat來講 他就用了一系列不同的相機 從Canon的80D到GX7都有 那以Vlog來講就是要輕便 然後有翻轉螢幕 然後有內建的麥克風可以直接收音 那如果你是想要拍電影感 或是去拍微電影的話 那你可能就要考慮到大型的攝影機 也許像Red 那你就要追求畫質 跟追求電影鏡頭這種很棒很棒的畫質 那如果像是我們 我們是偏電影感 然後跟紀錄片風格結合 那我們就需要去找 能夠讓我們輕便帶著 然後又有畫質的相機 然後又有畫質的 新手相機指南第二點 是你使用相機的情境是以下哪一些 以我們之前拍Vlog為例子 我最常使用的是RX100 因為它非常的小 我可以直接丟在包包裡面 那我拿出來使用的時候 因為它的底是很平的 或者是我可以直接架一個小腳架 那如果我要拍自己在吃東西的時候 如果你想要Level Up的話 也許你該考慮的是相機本身 它拍攝出來的品質 然後你能不能控制它的收音 還有你的打光 那我們如果講到是畫質的話 也許你該考慮的就是鏡頭 那鏡頭也有分Pro Level 或者是Consumer Level 所以講到專業Level 你該想的不只是購買相機 而是這全部的預算 當然在拍攝的時候 我們也有一些特別的情況 例如像爬山、潛水跟露營等等 那這個時候 帶著一台很貴的單眼相機去 也許不是最好的選擇 那這個時候大家就可以選擇 例如GoPro 或者是360度相機等等 因為這些運動型的相機 它有很多不同的Mount跟夾具 那你可以拍攝出不同的角度 或者是把它放在意想不到的地方 那這樣就能夠拍出非常非常酷的畫面 新手購買相機指南的第三點 大家也要考慮一下自己電腦的性能 我們在買相機的時候 像剛剛講過 我們不只是在買相機 我們是選擇一整個創作流程 那以我們自己來講 我們是使用A7S3 那它拍出來的檔案會比較大 或是比較難剪 那這樣相對的 我們電腦就要組得比較貴一點 那如果今天大家是在 我剛剛提到的露營或者是千歲 你只是用GoPro拍一拍 甚至可以直接用手機去進行剪接 那像我們之前在選擇相機的時候 因為我們花了很多的時間去選擇 我們到底要買哪一台相機 我們就會去網路上面 下載人家的Sample footage 然後把它下載下來 讓我們的電腦自己剪 然後我們才會知道說 這個顏色我們到底喜不喜歡 或者是這個Codec 我們到底剪的剪不動 新手相機購買指南的第四點 你準備好你的儲存空間了嗎 大家不要小看 一塊硬碟好像才一兩千塊 當你越拍越多 然後檔案越拍越大的時候 這樣架起來也是非常可觀的 那假設大家已經選好 你要買什麼相機 然後你的電腦剪的剪不動之外 我們就要考慮這個 常常被忽略的成本 就是儲存空間 那儲存空間又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記憶卡 然後第二個是硬碟 那以我們常常拍42210bit來講 我們就需要至少用到V90的記憶卡 那這樣子一個卡下來 也要幾千塊 那我們通常都是拍雙卡 所以這樣子光是兩張卡 在機身裡面就已經破萬 我們剛剛提到的是在拍攝的現場 然後我們現在拉回後置 因為我剛剛提到後置也需要硬碟嘛 那我們常常拍攝的是 每秒24個4K 422 10bit 然後碼率是100 那這樣子只要拍1分20秒 就會產生1GB的容量 所以這是非常非常吃我們的儲存量 所以我們當初組的48TB RAID 5的NAS 也快滿了 然後現在我們就要考慮買新的NAS系統 然後這樣算下來也要大概20萬 30萬 所以大家真的不要小看儲存空間這件事情 新手購買相機指南的第五點 請大家認真的想一想 你現在手上的相機 是不是真的已經不符合你的需求 你是為了想要買一台相機 而買一台相機 還是你真的需要一台相機 例如你今天想要拍你的日常生活 又想要拍4K 那其實很多人的手機 現在都可以拍4K 那在這個時候 你真的需要再去花幾萬塊去買一台 能夠拍4K的攝影機嗎 我覺得這也是另外一個面向 大家可以考慮看看 所以大家在選擇相機的時候 你真的要去認真考慮一下 你帶這台相機出去 你真的會使用嗎 因為很多情況是 我建議了大家買哪一台相機之後 他們發現太大 然後就把它放在家裡的防灶箱裡面 然後最後還是用手機去拍攝 剛剛以上5點是我們整理出來給新手 考慮在買相機的一些指南 然後一些思考方向 然後現在我們進入到我們最喜歡的Q&A 所以我們先進入上禮拜的一些問題 第一個問題有人問說 相機該怎麼保養才能夠用得久 能夠讓剛接觸攝影的新手 不要多花冤枉錢 好 器材的部分 我們建議一定要放防潮箱 那如果沒有防潮箱 也一定要放防潮盒 它就是一個小小的盒子 你可以把機身跟鏡頭丟進去 那像我們在拍攝的時候 常常會在毛毛細語中拍攝 或者是有霧 甚至有時候會滴到海水等等 那這個時候回家 除了先清理鏡頭啊 外部能夠清潔之外 就是把它丟防潮箱 那之前我們有例子 就是因為沒有丟防潮箱 然後鏡頭就發霉了 然後這個鏡頭就 就不能用了 第二個問題 有人問說 請教藍諾平常剪輯最後的輸出設定 有沒有小PayPal 如何保留最好的畫質 然後減少上傳後的壓縮損失 那以YouTube來講 我們會設定它的YouTube Preset 然後這個時候 我們也會把Render at Maximum Quality 還有Render at Maximum Depth 也勾起來 那這樣子就可以減少 我們在上傳YouTube之後呢 會減少二次壓縮 然後畫質的損失 第三個問題 剪接檔案會越減越大 然後大到塞滿整個硬碟容量 那請問你們在編輯影片時 都是把檔案放在電腦上嗎 還是會用隨身硬碟呢 那其實我們會準備一個2TB的SSD 來進行我們的工作剪接 那當然因為我們是專業的影像工作者 所以會需要用到比較高規格 那大家如果只是業餘 或者是一開始拍好完 不用買到這麼貴的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會進行素材的篩選 我們不是拍完幾千段 幾萬段影片之後 全部丟SSD 這樣太花時間了 所以我們也是會先把東西篩選出來 然後丟到我們電腦的硬碟上面 然後我們再進行這樣子的剪輯 第四個問題 是否可以提供 Adobe Premium Pro剪接的時候 我們的電腦的配備 我們目前工作室最低的 Windows配備是六核心的CPU 然後至少有16GB的RAM 加上獨立的顯卡 那這個在我們公司 可以勉強的剪得動4K的素材 第五個問題 有人問說用A7S III 可以拍攝4K 10bit 422的時候 用Windows的電腦回放 那會卡頓 那這邊是使用19年的MacBook Pro 有沒有解決方法 好這邊有兩個解決方法 第一個是 在你不能升級電腦的情況下 可以用Proxy代理檔 那這樣子可以減少一些負擔 也可以讓剪接的順暢度 跟速度再快一些 那也許你可以看一下 你是不是用HEVC格式去拍攝 如果是的話 你可以考慮用H.264 那H.264剪起來 也會稍微再順暢一點 今天的資訊量有一點多 我們有提到五個購買相機的思考方向 還有五個大家問的問題 那其實我們這個頻道 也有拍攝很多不同的教學影片 例如像剪接 或者是拍攝等等 然後另外一個好消息 就是我們之後要拍攝線上課程 那我們會在下面放一個Survey 就是一個問卷 然後大家可以在下面填寫 你到底想要我們拍什麼樣 類型的教學影片 可能是剪接 可能是拍攝商業 或者是空拍機等等 那再麻煩下面 大家幫我們回答一下這個問題 那我們這集就先到這邊結束 我們下一集見 Cheers